于雄至小 因此也就牵挂也少 我只想独守一遇 保荆州太平 书在下直言 曹操是个百年不遇的奸雄 其权某 兵略 淫威 霸蜀 据可以说又狠又独 自邪天子令诸侯开始 篡汉自立的野心 可谓路人劫之 明宫乃汉皇好义 事受国恩 岂能做事曹贼创国呢 更何况曹操他早就对荆州垂涎三尺了 下一步定会向荆州用兵 依你所料 我应该怎么办呢 高清亡起 召集天下志士 举兵伐草 只怕现在时机还不到吧 明宫 你正逢其时啊 袁绍虽然兵败 但有如百足大虫死而不将 他手下仍有残兵二三十万 雄居在季清幽等州 图谋东山再起啊 曹操想跟出袁绍 此时正在攻打冀州 战事震撼 但我料不到半年至一年的功夫 他根本无法彻底消灭袁绍 明宫 此时你若率一只禁旅 奔袭曹操首府许昌 定可大获成功了 奔赴许昌 哈哈 贤德啊 我把话跟你说明了吧 我已经连过六训 既无在诸侯中称霸之志 更没有争夺天下之心 我主掌金香九郡之地 已经有十几年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一村一镇 一兵一鸣 都是我苦心栽培出来的 金州 贝衣群山 足踏长江 甲氏三十万 战船五千艘 我握有这些 坚守一帮太平 足以吧 曹操 凭他那北方战绩 休想灭我 我靠我的水军战船 也灭不了曹操 因此 双方都应该明智一切 听了明公这一番话 在下十分欣慰 请尽此中 以表敬意 我虽然没有争夺天下之心 却真心失忆地 想要以众于你 请明公吩咐 不管曹操 是否真向金州用兵 我都要做好御敌的准备 我想 拨出一座城池 明教新野 供你助军 帮助我 供举曹操 听你那 关张照三元虎将 足可令曹军 丧党 当然了 你需要的军械粮草 完全由我供给 行吗 在下遵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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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